先学音标还是先学拼读 我一个单词给你讲清楚 来 同学们 我们看一下这个物头一个单词的 看一下 先不用管前面这个部分 你就直接看音标 咱们先把音标搞清楚 好吧 来 先看到第一个 这个发音这个读什么 这个读音读 窝窝 是不是 一定要留意一下 这个音标吃很多同学非常容易读错的 不读物 他读 窝窝 好 看到第二个 这个啊 看 它的发音读 嗯 很短促有力啊 读音读 嗯 这个呢 发 嗯 嗯 我们一起同学们 直到各个部分的发音之后 一定要去拼一下 那么这里就会涉及到一个概念 叫做拼读 再说一下 拼读是学习发音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它不仅可以拼音标 也可以拼读单词 而且重要的是 我们不仅要会拼简单的音标 还有会拼很长的音标和单词 这都是可以做到的啊 来 咱们先试一下 从左往右拼过去 我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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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读完之后 看到单词 咱们要重点 注意一下 这个单词当中的字母 或者字母组合发什么音 为什么要看这个部分 因为你会这个部分之后 以后你才有可能看到单词 就能把它拼出来 所以这个部分是非常重要的 好 看到第一个 W W只有一种发音 只发一个 W 两个字母O是个字母组合 经常发出这个 W的读音 字母D固定发音 只有一个 所以你看这个单词 来 按照它的感觉 对吧 从这个地方划分一下 从这个地方划分一下 三个部分 来拼一下 W W W 的 是不是出来了 好 咱们马上来列一个单词 看下一个 这个是钩子 是吧 好 咱们同样也是先看音标 对吧 第一个发什么 轻轻的发 注意啊 不要赌人喝 不要赌人喝水的喝 好吧 轻轻的发 然后这个呢 同样 好 这个发 这个音很简单 好 拼过来 OK 搞定 看到单词 H 只有一种发音 什么时候都是R 只有一种发音 直接发 两个字母O 是个字母组合 同样发 呃 呃 对吧 字母K发 K 来划分一下 来拼一下 呃 呃 K 你看我们就可以把它非常轻松的把它拼读出来 是吧 好 咱们 来 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是我们学的时候呢 一定要先把这个音标学会 先把音标做到会读读准 并且会拼读 然后再回来看这个单词当中的字母或者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 当你把这些部分都会了之后啊 你就会发现 以后你看这个单词呢 不仅看到音标你可以非常轻松的拼出来 甚至看到单词就能把它直接拼读出来 那么关于这些音标或者说这些字母或者字母组合的发音规律啊 在我们完整的发音课四合一当中有详细的终结和训练 好 朋友们 那这个部分的内容你学会了吗 学会了同学呢 记得在评论区打卡学会两个字啊 如果你想从零开始快速完整的学习这个发音的内容 那你可以学下老师完整的发音课四合一 好 我是Heddy 关注我轻松学英语